大家好,欢迎来到果然八戒,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,点个订阅持续追踪哦! 出道十几年无人知,人前人后两副面孔,32岁的谭剑次中靠长相思出人头地,无料最后却被呆抱两次吓到。 2023年的9月初,关于卓伟的一条视频出现在大众视野,视频中他看起来神情淡定,用一副无所谓的语气爆出一个惊天大瓜。 他称,将会在不久之后爆出一位古装剧的瓜,还表示这位男演员是,一位正在待爆中的男星,网友的力量是强大的,当天便开始行动了起来,没过多久网上就传出了,其中包括谭剑次的名字,袁红是飞多,怪不得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,不管娱乐圈发生妖点什么事情,都能和他们扯上边。 作为全能型艺人,他早就被某些资本列入了,防爆名单里,所以谭剑次离顶流,还有比较长的一段路要走,明明还不是顶流,却一直在承受着顶流的压力。 人人都说谭剑次人前人后两副面孔,能或是必然的,表面上他是拖拖的人间打紧,不停的撩人,现在的粉丝经常会自称自己是偶像的老婆,而大部分明星则会比较回避这个问题,经常让粉丝不要这样,但谭剑次不同,他是来这不拒。 直播间有人喊他老公时,他会立马回应并称赞道,网友,我要嫁给你,谭剑次,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娶你呢? 谭起自己在直播中有什么乐趣时,也是直接表明,能看到我的媳妇们,镜头里是语言的巨人,等真的和粉丝面对面时,他又换了副嘴脸。 在一场表演中,现场许多观众对着谭剑次大喊老公,谁知他却没了之前的气势,在舞台上乖里乖气地站着不说话,等时候又会藏在镜头后面,聊着粉丝的心,这还不算,聊完粉丝后的他,连队友都不放过,谭剑次之前是唱跳歌手出道,有自己的组合。 在一次表演过程中,队友搭上了他的肩膀做事要轻,但这也只是为了吓吓他,没想到谭剑次直接轻了上去,想必他也是想着现场这么多粉丝撑腰,一点也不害怕,队友瞬间感到不可思议,不是害怕,更多的是觉得搞笑。 若不是在表演,相信谭剑次一定会被队友好好招呼一番,可人人都觉得他就是个天生的搞笑男,却没想过作为艺人的他,怎么可能会这么简单? 张颂文老师曾说过,进入娱乐圈的人本就是两个极端,不火的话连生存都是问题,只有火了之后则会衣食无忧,那谭剑次既然敢踏入娱乐圈这个大染纲里,那他就不愿在底层,他是有野心的, 并一直在行动着,在我们眼里就是有梦想的人,但除此之外,他还兼备了比这更重要的一点,那就是谭剑次敢等,他曾说自己是一个等待的艺人,他在综艺上说,不过分在意红不红,而是想红了之后有更多选择权,而网上有一个关于他的话题帖子,很好地回答了他有多能等,如果你因为向柳,开始喜欢谭剑次,你能从他身上学习点什么呢? 有个喜欢他的网友评论,说起了为何能够认识谭剑次,网友最初就是因为只骗人向柳而认识的他,爱上了他那细腻的演技,他演起戏来总感觉和别人有点不太一样,让许多人感到困惑,谭剑次在戏中的眼神好像总能将人给抓住,每一针都值得细评。 网上有个梗式,霸道总裁演神中有三分凉薄,三分迹象,还有几分漫步惊心,而大家看过他演的戏,一直说只有他才能演出来。 除此之外,他身上能让大家学到的就是那股认镜,谭剑次有了想进入娱乐圈这个念头后,变迁了一家公司。 在那里,他被要求封闭集训整整四年,不与外界接触。 此期间一直都是几个男孩子关在屋子里训练,连一个女生都看不到,后来组合成功出道,但他这才知道更艰难的还在后头。 组合的热度非常的低,能接到的活动更是少之又少,但是他一直都没有说放弃。 依然笑着面对观众,带着队友走下去,也正是因为这一点,为许多粉丝树立了榜样。 有个粉丝说他小时候学过跳舞,但随着学业压力增大,就放弃了,直到近几年想要重新学习的时候,才发现自己根本就不行。 不仅要开精彩胯,还要做各种核心训练,每次都是咬着牙完成。 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,他都能想起来谭剑次,想他那四年集训肯定比自己更辛苦,就会坚持着做完。 所以说榜样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,能够影响一个素不相识的人。 说起谭剑次的出道经历,他曾经差点被人骗走,某天,他陪母亲一起逛街时,突然有个陌生男人拦住了去路,那人一张口就是夸谭剑次长得天庭饱满,地隔方圆,还说他一看就是日后会打红大紫的明星。 说得头头是道,被忽悠后的母子信了这个人的话,还互相留了联系方式。 没想到的是,当他们第二次见到那个男人时,竟然是在电视上,隔天晚上母亲在看法制进行时的时候,又看到了那张脸,原来那个人是个骗子,他们俩差点就上了那个人的当。 没想到自己还没火,那个人却在电视上出了名,虽然搞笑,但也幸好没有被骗子伤害,不然咱们也看不到现在的他,更会让北大财女错过了他。 童华是一位作家,影视制作人,是实打实的财女,步步精心长相思等,影视作品都是根据他的书改编。 而在拍摄长相思期间,他总是对谭尖刺格外的偏爱,他认为谭尖刺把他的相留给掩活了,甚至超出了心中的预期,便在那个时候就定了他为下部作品的男主角。 这可是剧中其他几位主演都没有的待遇,这一年他30岁,事实证明,童华的眼光是没问题的。 长相思一经播出,就引起了一波热潮,各位主演凭借出色的演技,也长了许多粉丝。 而从出道开始便希望能够,在娱乐圈展露头角的谭尖刺,终于迎来了春天,一天他等了十几年,他真的很等等,也愿意熬。 然而,人红是非多,他也难逃流量魔咒,他火了之后,被无数人考古,想要扒出点什么,但令所有人失望的是,黑料没有扒出,反而发现他是个六边形战士。 有许多网友说,你们哪来的底气敢这样说?粉丝回答说,自信的人就是这么有底气,他不仅是个演员,还在歌手、舞者、app、综艺等,方面全方位发展。 16岁宝宋211大学,17岁就和莫文卫拍了电影,但是那些人不服气,他们找了最不值得提的,一点来侮辱他。 他们说谭尖刺太矮,可能连一米六都没有,找不到其他能够攻击的点,就频频拿他的身高大作文章。 但一个演员最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这些,他只需要演好戏就闲,他有时在采访的时候,还会调侃自己每次都要垫增高鞋垫,看起来完全没有在意的样子。 心态非常好,可是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流量明星一点都不好当。 徐徐称称他是演技最好的小鲜肉,而金星本来看到他的面相时,直接了当地说他肯定火不了,但看到他的舞台表演后赞不绝口,而知名编剧经国动更是专门发微博,表示谭尖刺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演员,谭尖刺凭借他的好演技获得了业内专业人员的认可。 因此,在以后大家一定能看到许多关于他的作品,而最近的新剧马商就要与大家见面, 由他和周爷主演的《很想很想你》,暂定十月某讯视频播出,希望他们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,期待他们的表现。